郭台銘的連署列車開始 他已經玩真的 玩真的以後 他現在連門面都有了 他志工都有了 他真的 玩真的真的可以連署成功嗎 看起來有這個玩真的這樣子 而且目前來看連署的這個成功 要過二十八萬九千六百六十七分連署輸 不難 就不難 只是說要怎麼樣突破更多分數而已 那第一個 他現在設在這個台北市 以他精華區啊 離這個中校附近捷運站 只要走路一分鐘而已 他今天在台北以及南投市 跟這個草屯鎮 中部跟台北同步開張 還有連署總部 那連署總部現在又傳出來 他透過人力資源公司去招募 總共出估要找三百名志工 一個志工光是這個 如果是一個小時算實薪的話 就要三百塊 然後 實薪三百塊 實薪三百 然後如果是 你是用這個一個月來算的話 大概出估就是四十八K 九月十九號開始進行連署 到十一月二號結束 如果連署過了這個門檻 OK的之後呢 他到時候登記了 轉為後援會的這個幹部的話 薪水還可以上看一個月五萬 所以你看看 光是前期作業就要花到一千六百萬 如果整個選舉到明年一月 這個結束的話 總統大選結束 初估這樣一個人事開銷就要六千萬啊 所以 剛剛你問我說 玩真的玩假的 錢都砸下去了 尤其說選在商業地段 光是我這些志工人選 我就要花六千萬了 是 所以黃世秋面對大家在問他說 那個競選總部設在精華區商業地段 你各縣市是不是也是這樣 他怎麼說 郭董講過了 錢該花就要花 所以這就是他現在的這個決心 他就是連 覺得說這個錢我幹嘛省 錢該花就花 所以在東區最熱鬧的地方弄門市 沒錯 而且之前我們就討論過 如果你要這個充連署分數 越高的話 甚至你那個每一份的這個連署 因為要弄身份證資料 你一定要有他的成本 你當年老宋 這個兩千年選這個總統的時候 他的這個人事 這個連署書啊 換算那個成本 大概一份都要這個七八十塊到一百塊的話 現在經過了這個二十三年 物價CPI的這個整個指數又不一樣 那個分數啦 如果成本這樣子換算下去 估計也要漲個兩三倍 那兩三百塊以上 所以我剛剛講的那六千萬 只是人事開銷 如果加上了這個連署的這個分數成本 可能要破一億元 所以當然這是最基本的嘛 因為如果你要破五十萬份 一般有人在 我們在媒體圈就聽到消息說 預估說五十萬到七十萬份 要到一百萬份的話很難 郭台銘的目標是破五十萬到七十萬 聽到他們的消息 內部傳出來說五十萬到七十萬份 當然越多越好啦 但是也有人說五十萬份能不能過 都是一個指標 我個人是覺得五十萬份就很難的啦 但我是認為說五十萬份可能有 有可能 你覺得五十萬有可能 我覺得很難 所以今天看郭台銘這樣子 連署總部成立啊 那當然他是要以戰逼合 去逼在野黨 逼國民黨跟民眾黨 你要不要來跟我談 我現在選了這個賴佩霞 雖然賴佩霞這兩天不是傳出來這個爭議 雙重國籍 雙重國籍之外 那還有這個學經歷的這個問題嘛 那現在又被這個李瑤的這個女兒李文 去據名跟台北市政府檢舉 說這個心理諮商師 他在網路上就悄悄把他那個諮商的價格 不是收費一八十分鐘兩萬三千塊嗎 他就把他改成官網 改成悄悄改成教練 教練 他之前是心理諮商師 但是他說他是在中國大陸拿到這個資格 他沒有在台灣進行這樣的一個行為 他也在台灣沒有 而且他說這個是這個叫做企業領導人的培訓啦 但不管怎麼樣賴佩霞成為郭台銘的副手搭檔之後呢 這兩天似乎要幫他累積那個充連署的這個能量 那有地方派系就其實早期就在講 錢他的超能力能不能發揮效果 一般來說 照理說各地方來說一定要幫郭台銘充起來 你看南投 他現在打著南投女婿跟南投婆婆的 這個旗號幫他充滿 可是如果你要外移到包括什麼 像之前的彰化謝臉銘啊 屏東的周典論啊這些 外移到其他縣市 尤其是跟他有交情的這些有沒有辦法 我們現在觀察到 地方派系好像還在關風向 關風向 縮手了 他列成 縮手了 縮手不完全縮起來 先看你這個狀況 因為連署是從明天9月19號到11月2號嘛 那 因為之前他們在講說要幫你充連署要先錢 地方派系習慣的是現金交易 那可是在郭董在他們這種形式方面 要報仗 要報仗 要和銷 要有實據 平單據這樣 那跟他們的做法不一樣 而且之前不是傳出來有一些這個 包括桃竹苗 還有中南部的有一些這個要造勢的列車 在8月底9月初的時候都取消 本來人家訂了一些場次要做這個音響啊 舞台車啦 還有包括這個 轎遊覽車 突然就喊咖 那當時訂的時候是當然還沒彈付訂金啦 可是後來人家地方看到這種狀況 傳出去就說 動不動就喊咖 而且錢都沒下來 到時候會不會付現金也不知道 所以就才會我才會講說有些人傳出來聲音說 看這個郭台銘連署的狀況跟風向 而且當然現在國民黨跟民眾黨採取對郭台銘的態度都是兼蔽驚言 你們只要去幫他那就黨紀處理 絕對不能幫他 因為現在這個郭碰到了藍白兩個政黨都對他做一個這個夾擊 似乎想要邊緣化他 所以他現在等於是要累積他的籌碼 藉由拉黨賴佩霞宣布出現之後 再衝這一段的這個連署 當然也要砸錢啦 用這樣的方式 看能不能逼國民黨跟民眾黨 最後不得不看他的這個連署分量 是不是衝高過了門檻 越衝越高之後 來跟他談 好 宇憲 現在還有得談嗎 而且你對國民黨的地方派系非常熟悉是 大家都收手了嗎 對 完全收手嘛 收手了 這就是理由很簡單 那郭台銘自己在演一出連他自己都不相信的戲啊 他在演一出連他自己都不相信的戲 那對嘛 我先問 如果他真的真心誠意想要選總統的話 他賴佩霞明明知道有這個美國國籍問題 他還會堅持用他嗎 他不會做背景調查嗎 那再來第二個嘛 如果說好 他今天真的要玩這個連署對不對 那地方派系到現在為止為什麼都沒有動作 都沒動嗎 都完全沒動作嘛 你何勝峰怎麼會算 何勝峰難投嘛 給你何勝峰 那叫什麼 武黨啊 他又不算你國民黨系統的 那週典論現在有大動作嗎 也沒有嘛 就設個幾個點嘛 結果他弄得最聲勢浩大的是哪裡 在台北東區耶 那算什麼地方派系 所以顯然這些人 根本就沒有要動作 因為大家都知道 你郭蘭銘是玩假的嘛 喂 真假的 他當然是玩假的啊 郭蘭銘他演這次 欸 他講究我覺得莫名其妙耶 怎麼會有人剛提名自己副手 隔沒多久 然後跟世界宣告說 我如果為了成全大局 我的副手他可以犧牲掉 那顯然就不是玩到底的意思嘛 不是 而且我覺得黃石修講的更好笑的是 我們也不一定會露到底 只要另外兩個黨把推薦書給我 我就去幫兩個黨 聽一下哪有這種事情 他一直在問說 你國民黨可不可以給我門票 民政黨可不可以給我門票 他想要是什麼 想要是政黨門票 所以他今天真正的目的 郭蘭銘演這一齣大戲 他真正的目的就是說 希望藍跟白可以跟他一起坐下來談 但好 你如果這戲演得夠真 人家覺得你選到底 這才有籌碼嘛 但你今天自己演一演自己都露線了 自己都不相信了 所以藍白不跟上 所以我剛才講 根本沒有人在排擠他 他是在自我邊緣化 什麼叫自我邊緣化 藍白根本不甩他嘛 理都不理你 你自己就把自己默默的邊緣掉 否則你看 郭台銘說我玩真的 他講說這個叫什麼超能力 我覺得這叫銅板架超能力 什麼叫銅板架 他今天說我要找志工 你剛才講的 六千萬耶 加上這個費用 還有包括一個志工費用五萬塊耶 對好那你講是不是 基本開銷 你找一個員工 然後說一個月給他四萬八 正值薪水 這樣算很高嗎 你郭董的行情 我領四萬八 我這叫什麼 公務員心態嘛 有人來我就幫你印印幫你簽 我不會主動去積極幫你拉嘛 所以你說郭台銘至少要十萬 對嘛 你十萬 你十萬我就幫你拼命 越比照業務 你比照這種外面防這種車帶這種 做車子的 跟他們講越越多 真的抽層越來越高嘛 你弄指銷的方式都可以嘛 所以顯然郭台銘有沒有要真的玩真的 沒有嘛 他頂多說我這個二十九萬 門檻能過就好 為什麼 他今天演這些都不是真的實機車這樣做 你說從這個東去越好 這叫什麼 硬體建設 他如果真的有心 他需要什麼 軟體實力 他需要是有那個人脈 有那個人進網絡 因為這為什麼那麼重要 是因為你今天出來聯署的時候 我要把我的身分證 這本影印本 這個資料交出來 我沒有足夠的信任 我怎麼會交這個東西 我退萬不講啦 就算郭忍明開放他家那個豪宅 所以大家來我們這邊千連署 也沒有人要去 為什麼 因為這是硬體設備啊 你今天擺在東區 人流量很大 但人家就不支持你就不想投 你就沒有人call人 沒有人動員 沒有人幫你 那又有什麼用 所以更何況 今天除了台北東區 講說是從南投起家 他自己不會心虛嗎對不對 為什麼心虛 你這要找 當然是找人口是大的嘛 直轄市嘛 那才有破例嘛 你至少要台北 新北 至少六都嘛 對嘛 六都一個一個來嘛 而且 講好囉 是說我起跳 開始召開的時候 就比如說有哪些人 哪些投人 哪些投人 帶走我五萬份 我十萬份 我幾萬份 大家來幫你湊嘛 謝典你不是講我要有十萬份嗎 對嘛 問題是現在呢 現在去哪裡了 為什麼謝典 都沒聲音了 謝典你又沒聲音了 有看到他嗎 有去哪兒嗎 就剩下的就像 如同我之前講的 只剩下哪些人 只剩下一些 根本沒有 未來政治想要任何發展或前途的 已經是定性於尊在那邊的 已經是最後 只能看到自己的位子 沒有辦法在任何突破的人 甚至是沒有黨籍的人 才會願意站在他身邊 好 瑞德 你怎麼來看這個局 而且你說現在 等於說我們講 郭台銘跟他的副手賴沛俠 兩個的互動太耐人尋味了 目前 那麼這個等於說 郭賴沛越遠越向假戲真做 越來越有可能 為什麼呢 昨天他們登記的時候 後來不是一起 手拉手一起到板橋石灰宮去嗎 我發現了一個小動作 什麼小動作呢 那麼事實上 郭台銘不是在這個 他有帶一個小抄對不對 帶一個小抄 他在講話的時候 因為要講到跟賴沛俠有關係的 因為有人問到雙重國際這些嘛 賴沛俠做了一個動作 因為郭台銘那個小抄 顯然不只有一張 所以他在找的時候 賴沛俠的手突然間伸過來 可能要幫協助他啦 立刻被郭台銘啪 立刻被他啪 對 緊接著來 他又第二次 賴沛俠又過來協助的時候 又被他啪過去 因為很簡單 霸氣總裁什麼時候 可以讓你在旁邊協助他 找東西啊 不可能 但是從這個地方你就看得出來 那麼他們兩個人的個性存在 完全截然不同的 為什麼呢 副總統是不能有聲音的 連動作都不應該有 而他有這樣的一個動作 就是說講好聽就協助你 當然講難聽就越舉 那麼對郭台銘來講呢 你就只是我的副手而已啊 所以你也不能做這樣的動作 那麼至於會不會這個等於說 連署呢 我個人認為比較傾向於黃靖平所說的 他一定會超過50萬份 會超過50萬份 我問你 不超過50萬份 他憑什麼去要挾這個藍跟白啊 我想說坦白 他現在不就在要挾你嗎 不是要挾藍營的裡面的這個 等於說朱立倫還有要挾那個白營裡面的這個 柯文哲嘛 沒有50萬份 你給我連 他要越過29萬份非常簡單啊 我想坦白 你我都沒有 一年的鼓勵 紅海鼓勵92億啦 扣稅了還夠啦 七十億啦 剛剛講什麼六千萬是吧 六千萬是比一根絞毛都還不如啊 你知道嗎 所以對他來講那算什麼 請問一下 有哪一位連署站 你會把辦公室為臨座 設在台北市京華區的中校東路四段 旗艦版的嘛 不是只有這樣而已耶 不是只有台北市這樣各區各區而已 新北市就好了 新北市的連署站 我就看他就在板橋慈惠宮旁邊啊 那早就已經有了 連遠在三峽 喂 我住在北大特區嘛 三峽都有啊 你知道嗎 也有連署站 你六都幾都押出去啊 你不要小看 你不要小看郭董了 他別的東西沒有就有錢 很簡單 有錢我跟你講非連署不可 重點在於我們要看的是什麼呢 你說地方派系 那個脫離國民黨的這個議長啊 那麼何勝峰 他沒有太大的這個等於說野心 他就說三萬份 三萬份 而且他的這些總部都已經出來了嘛 那包括在這個等於說 這個幾個南投的住民的幾個點啊 都已經設了 他預計以四個鄉鎮為主嘛 這我們覺得不會太碰轟 那謝典林說的 在髒話 十萬人 然後寶傑你知道髒話 全部加起來都要人 一百二十四萬人 你一城多 一城多到柯林啊 這不可能的事情嘛 可是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嘛 我告訴各位啦 只靠公關公司起一點戲 沒有這個等於說地方派系 暗中相助的話 地方派系很簡單 不是跟你講什麼 我可以五萬票 十萬張五萬張 兩萬張一萬張 這個鄉鎮 這個條花咖 里長他是兩百三百五百 全部加起來多少 我用這個跟郭董講 你放心 我這個地方給你五萬份 你要用這樣的方式 才有辦法去跟郭董講 所以事實上 個人估計 二十九萬份 沒有問題 五十萬份 一定要突破 否則人家 不會把你當做一回事 那一百萬份的話 我覺得那是太遙遠的距離